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先前在四月登场的时候 美国总统川普却缺席 跑去宾州举办肇事大会 还不忘大骂媒体 形成双方隔空互呛的局面 两边互不相让 白宫记者协会就反呛 川普威胁美国媒体的自由 说晚宴本来就不是为了总统而设立 总统不出席也没有关系 请看我们的报道 历年来都是美国总统自嘲耍幽默 与白宫记者们把酒言欢的 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今年与美国主流媒体交恶的 总统川普不但不出席 反而还跑到宾州举行造势活动 形成双方隔空开炮 相互批评的局面 川普打破传统 跑到宾州参加欢庆上任 白日的机会 继续大骂媒体 还讽刺说 记者晚宴一定很无聊 从选战期间就遭到川普炮轰不公平的主流媒体 利用这次白宫记者协会晚宴 一开场就呛川普威胁美国新闻媒体的自由 而川普与俄罗斯的关系 也成为今年晚宴上的嘲讽重点对象 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有着近百年的历史 目的是要庆祝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以及独立新闻媒体对社会正常运作的重要性 同时让不同党派的各界记者和官员们 暂时放下分歧共度一个晚上 白宫记者协会表示 尽管总统出席为惯例 但晚宴并非为总统而设 因此今年总统缺席也不影响晚宴的目的 我们继续跟东方卫视的白宫记者 张经义先生做访谈 金雄那个川普最常讲的就是fake news 这些都是假新闻 都是这些新闻媒体炮制出来的 但是用这个方式来回应对他不利的新闻 其实并不是一个高明的方式 所以这就让他跟媒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在 但是也不能否认 有些的媒体报导是比较不怀好意的 比如说CNN就被发现是有新闻上面 有夸大捏造的情况 你怎么看在报导的时候 媒体跟川普之间各自在什么样的立场 其实这是一个很妙的一个事情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 就是CNN跟这个纽约时报 被白宫禁止出席记者会的这个消息 那其实当时我就在现场 那么当天的这个记者会啊 其实有时候记者会有很多的形式 他有的时候是可以拍 可以这个直播 电视直播 那有时候呢就是所谓的gaggle 那么gaggle就是 一方面就是电视不能拍 那一方面是规模比较小 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媒体代表 13个媒体代表 能够进到这个 当时是去到这个白宫发言人 四派赛的办公室 去做这种比较小型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那么就13个人进去 媒体代表 那么媒体代表呢 基本上他是一个轮的 所以就是那天呢 CNN跟纽约时报都不是媒体代表 所以他们没有轮进去 但是白宫做的错了一步 白宫当时除了邀请媒体代表以外 还邀请了额外四家的这个保守派的媒体进去 都是比较名不见经传的 什么America One 就是美国中西部的这种 非常挺川普的 小电视台这样子 那么进去这个所谓的gaggle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一个记者吹风会 那么所以 那么CNN跟纽约时报就大为报导 就我们被ban了 被禁止进入白宫记者会 那么对于不了解状况的民众来说 可能就觉得是吗 纽约时报都被禁止进入白宫的这个记者会了 那么他们其实他们有点误导性的去陈述这个事件 那么后来你知道很多的媒体 他们都会就是翻译 包括我们自己的中文媒体 那么包括在大陆的媒体 都是直接翻译纽约时报的新闻 那么他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不了解白宫那个状况 我也不了解白宫的记者会分成几种 一种是on camera 就是可以拍的 或off camera 就是可能现场人是满的 但是不能拍 或者是gaggle gaggle就是专门针对这个13个媒体代表 还有这个来进行的一个 因为你们也会写通稿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都可以看得到 对但可能你没有机会提问 但是其实你到记者会 也是塞得满满的 也不一定轮得到 但是可能就是有去有希望吧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等于是大陆 甚至有大陆媒体的一个翻译 就看完纽约时报 或者其他媒体的一个报道之后 直接翻译成CNN是永久 不是纽约时报 永久被禁止进入白宫的记者会 是这么样翻译出来的 那他们第二天 其实都还在白宫新闻发布室 照样举手提问 照样坐在他们的媒体席位上面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媒体的一个 影响力的一个相当巨大 特别是这些自由派的媒体CNN 纽约时报 他们可以透过 可能是比较具有误导性的 这么样的一个消息 让全世界的媒体都跟着他 甚至是误解 不只是被误导 甚至是误解这个原意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包括我们刚才在提的 当然川普他会 因为他的选民是这些保守派 甚至是极端保守派的这些选民 那么于是就是他去跟 那问题是媒体绝大多数都是自由派的 那么因此他们就会造成这个 所谓的fake news 他也会认定这个就是fake news 因为他并没有尽他 只是他们当天并不是媒体代表 那这另外一方面回到这个 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当时也是做了一个报道 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完全被禁 当然白宫也有错 但是这也是我们在现场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视角 我们所看到的事实给传达回来 而不是一味的跟着西方的媒体的一个报道 然后甚至产生误解 甚至产生误判 你觉得自由派媒体在你报道欧巴马的时候 你觉得他们对欧巴马有偏好吗 甚至比川普往往对欧巴马会手下留情 会给他更多的空间吗 对的 那个时候那些保守派的媒体 特别对于当时美联社的一个记者 他们就说他是拉拉队长 他就专门就是 因为美联社他的影响力确实相当的巨大 那么他的一篇报道 是可以让全球的媒体都跟着翻译 跟着跟进这条新闻 透过美联社去了解这个事实的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就提到 因此因为美国媒体 无论是在白宫或整体来说 自由派的还是偏多 因此在欧巴马当时执政的时候 这些媒体在报道上面 你可以感觉得到 没有太多的对欧巴马政府的一个批评 那么同时也会比较支持 他的一些自由派的一些立场 包括欧巴马到任期的最后 其实他推出了一个 在我们眼光看来 比较无畏的一个政策 就是支持这个变性人 能够自己选择进男厕所或女厕所 其实这个议题在美国一直都不是一个太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那么如果你比如变个妆 你男的就是打扮得像女性 你去用你厕所 其实大家也不会有太多的一样眼光去看你 因为他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开放包容的一个社会 但是我们很少看到一些就是批评的一个声音 就是说这是无畏的一个政策 你应该关注在更大的一个议题上面 比如说当时TPP就差这么一步 没有通过 或者是最高法院的这个大法官的这么空缺 都已经提名了 你为什么不花更多的时间去跟共和党人沟通 那么能够提名一个 虽然难度 可以被他们接受的 对虽然难度非常大 但是你可以花更多的心思 在这些对美国来说更为重大的一个议题上面 这些议程就可以推进 而不是花时间在上厕所这个议题上 因为人家就说1960年代 那时候的总统Kennedy把人类送上了月球 回到2016年欧巴马把男性送进了女厕所 那这就是一个倒退的一个状况 我想问因为刚开始欧巴马 就是川普上任以后就跟白宫的记者 一个最主要的紧张就是他要把记者是牵出白宫 这个对于长久以来 虽然工作环境很不理想很狭窄 但是对于白宫记者 你要把整个办公场所牵出白宫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情 那当时当然就有很大的反应 你能不能谈一下这个事情 为什么这个川普想要这样子做 那这个事情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蛮好玩 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白宫的一整个layout 就是他整个一个地理的一个状况 其实白宫的新闻发布时 还有这个白宫记者其实他有工作区 但是是寸土寸金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白宫的这个西域 就Westwind是这个美国总统办公的地方 他们是一张桌子可以坐到三个人 有一张长桌 就真的就是这些白宫的职员 就是手各着手 然后在那里打字这样 就是寸土寸金 那么另外一边是记者工作的地方 也是就是像我们外国记者团 会轮到一个小座位 就这么一点点 那我们白宫记者团是一个 算是一个最高级的座位 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能够看到窗外 其他可能就在地下室还会淹水 但是因为他的地理位置相当特别 这个白宫 稍微说一下这个白宫新闻发布时的一个历史 它其实是盖在游泳池上面 你可以想象这个游泳池当初是给罗斯福 我们知道罗斯福有小麻痹症 那么他需要去游泳来健身 那么所以他是一个个人游泳池 你想一个个人游泳池能有多大 也就这么大 那么后来是这个尼克森总统上来以后 他就觉得那么他还不游泳 就把他填平 那么就后来就变成我们新闻发布时 就是白宫发言人或者是总统 可以在那里对媒体讲话 所以他这个地方你可以想象 他如果是罗斯福的游泳池的话 他其实就在白宫主楼旁边 那么再过去就是这个白宫的团圆形办公室 也就是总统办公的地方 其实这都走路几十步路可以到的一个地方 这就这么巧 白宫新闻发布时 因为这些种种的历史因素 他就卡在总统每天起床 然后下楼要走到团圆形办公室的一个中间 虽然有墙隔开来 但是这些官员的出入 或者是有哪些贵宾的一个出入 其实都会被记者看到 他就刚好就卡在总统办公跟住家中间 那么所以他们很希望就是把媒体给迁出去 那么就会媒体就能够减少很多知道白宫内幕的一个状况 我一次比较特别的一个经验是我在白宫遇到马云 就是大陆的阿里巴巴集团的总裁马云 那么那一天是在2016年 那么那次是那时候是欧巴马执政的时候 其实每天白宫呢 他都会出一份这个总统的行程给记者 就是说今天总统要做什么 他要说什么 他要参加什么活动 他要跟谁见面 基本上是一个公开的行程 上面没有写马云 但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白宫里活动 于是我们就遇上了马云 就是这么巧 那么马上我就回去问白宫的人 就说这个没有在 没有在这个总统的行程上面 那白宫记者协会当然也觉得 我们的美国总统跟中国最有钱的 这个富豪的一个见面 还不是一个小人物 是一个中国最有钱的富豪的 这么样的一个见面 竟然是没有公开的 是不是私下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易 或者是 当然他可以是总统的朋友 但是你公开跟不公开 这对于媒体的一个观感 或民众的一个观感是很不同的 所以就这么巧 就让我遇到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记者一天到晚 出入总统的住家 跟他办公的地方 你难免会遇到白宫 所不想要公开的一些事情 被你给知道 所以当初川普就希望 把记者给请出整个白宫的区域 那么把我们赶去 这个隔壁的海军行政楼 就是那个艾森豪行政大楼 以前是美国的海军部的这个所在地 那把我们迁到那边 就远离白宫 至于是他在白宫要邀请谁来 要做什么 要开party 可能大家都不会知道 那么我们白宫基督协会 当初是强烈的去交涉 那么最终还是确保了 我们能够继续在这个黄金地段 就在总统的同意性办公室 跟他起居的地方 中间我们就赖在那里不走了 那个战略位置 让你可以完全监视到总统的行动 是的 我最后想问你 就是说你觉得总统跟白宫记者 之间的紧张关系 现在换了白宫幕僚长Kelly 这个发言人Spicer也去职 现在是Huckabee来代任 会将来会比较和缓吗 还是你觉得整个结构没有什么改变 整个结构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就紧张的关系一直都在 那么其实当初我们说到这个白宫 他比如说禁止记者 禁止直播 禁止录影等等这些 通常会禁止的一个状况 就当天有比较大的新闻出来 这个比如说 就一般就是 这个川普跟俄罗斯 俄罗斯的这些疑云的一些新闻 爆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会禁止媒体去录影 甚至是直播 通常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疑云 可能还会长期的一个在 因为他还在一个调查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司法调查的时间 其实还挺长的 那么于是川普他 在这些新闻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还是会 避免媒体能够跟他有直接的一个接触 问他一些比较尴尬的一些议题 那么所以这个是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川普其实他现在为了要绕过媒体 他除了他会不停的持续去推特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希望能够直接跟他的训练 支持者 支持者 特别是保守派的支持者来进行沟通 他甚至在就在上周 他也成立了自己的一个电视台 那么就直播 那么还找了美女主播去CNN的这个资深的这个评论员 一个美女主播去主持他的这个川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 他就是希望能够绕开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 然后直接跟媒体进行沟通 那么这也是这些主流媒体他不会去接受的事情 因为这你不是跟我抢饭碗吗 那么第一手的消息都被你给说掉了 那我们说什么呢 所以在这个一方面是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疑云 还没有办法散去 那么一方面就是川普又不停的去透过一些管道 直接诉诸于他的支持者 而去bypass其他的这些包括自由派的媒体等等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其实基本上不会看到川普会想要跟美国的 所谓的主流媒体有和解的一个状况来发生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接连后面还是有这样子的戏码会上演 今天非常谢谢张经济先生到我们节目来 跟我们来谈白宫的新闻的运作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